12月25号在平阳的街头 一辆私家车拦下了一辆警车求助 驾驶员说车里有一名小孩 出现了呕吐抽搐的现象 急需送医院 希望警车帮忙开导 事发公共视频显示 当时一辆交警巡逻车 停在路口等红灯 这时一辆左转弯过来的私家车 发现警车后 驾驶员拼命朝警车挥手 发现情况后 民警立即开车过去了解情况 摔倒的摔倒抽搐 然后出白沫嘛 驾驶员金某告诉交警 车上有一名小孩 摔倒后出现了呕吐抽搐的现象 急需送医救治 从他们当时所在的位置 到平阳人民医院 沿途有七个信号灯 至少需要十分钟的路程 金某希望民警能够帮忙开导 争取时间 了解情况后 交警马上拉响警笛 为小车开导 带着小车一路连闯四个红灯 仅花了五分钟 就将他们安全送达医院 据驾驶员金某介绍 车上的孩子是他的邻居 事发时他刚好经过 就第一时间帮忙送孩子去医院 谁知上路后发现 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太长 情急之下就向交警求助 目前孩子还在医院住院观察 记者刘芳芳 编辑报道